全世界都看着委内瑞拉的军人,你们最后将一无所有。 特朗普在演讲中说,独裁者马杜罗的日子到头了,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国家,正在帮助委内瑞拉重归民主,尊严和未来。 今年年初,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镇第一呼,号召国民不再承认,去年5月,总统大选众连任的马杜罗为该国合法总统,并自己任命为临时总统。 一小时后,美国宣布正式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合法总统,随后,大部分西方国家集团的国家,详细宣布,承认瓜伊多政权,为委内瑞拉合法代表。 但是委内瑞拉国内的50万国防军,在八大军区和军中司令的率领下,公开宣誓效忠马杜罗,并保持铁板一块,维护了委内瑞拉的政局相对稳定。 原来以为瓜伊多可以一击成功,不得人心的马杜罗会兵败如山倒。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,瓜伊多依然无法实际控制国内的政局。 美国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,为瓜伊多押阵。 瓜伊多如果想成为委内瑞拉国民的代表,首先要瓦解对马杜罗中心恳恳的委内瑞拉军队。 美国为此已经下令没收了委内瑞拉在美国的200美元亿美元资产和现金,并实施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,以此来掐断马杜罗的财政生命线。 与此同时,美国又向委内瑞拉边境运送了大笔救援物资,希望瓜伊多可以接发放救灾物资来接收管理国家。 但是一方面邻国哥伦比亚的红十字汇聚,这和瓜伊多合作,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军队也封锁了边界,禁止这些货物进入国内。 瓜伊多至今仍然一致无成。 昨天,等得不耐烦的特朗普,公开发出恐吓,我们愿意和平解决问题,但是也会采取任何手段。 特朗普警告委内瑞拉军方,现在还可以获得瓜伊多的赦免,但是在等下去,就没有什么安全港了。 你们将会失去一切。 我在这里告诉支持马杜罗的军人们,全世界的眼睛今天,每天,未来的每一天都看着你们呢。 马杜罗独裁者的日子到头了。 为了委内瑞拉人民可以自己当家做主,美国是准备好要牺牲委内瑞拉国防军人的生命了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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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